不足,格式自動調的藍寬 或者是說我的習慣就是,這邊快點兩下 也可以啊 不過快點兩下這個可能要很精確 你等一下可以試試看 我發現很多人都沒辦法做出來 你看很多同學都 本來我是跟他們講說,這快點兩下 想要每次回去示範一天試不出來 對,不知道為什麼 這個可能是,就是說你可能要點的時候要連續 而且手不能走 吃太多那些不應該吃 可能就會抖一下那就沒辦法 所以要很精確 可能你就是滑鼠首先不要放上去吧 然後這樣離那個滑鼠有點距離 快點兩下,這樣就好 可以練習看看 看看你有沒有受到食安的影響很大 好,那或者是說如果這個不行,沒關係 反正是上面有一個設定格式,我要調 這個格式,這個自動調的藍寬 調整裂高,其實這邊都可以調一下 好,那再來的話我們要設定格式 那你不可能說一個慢慢做 所以你可以怎麼樣 第一個你要設定格式的範圍 全部要選,OK 全部包含就是1月1號到最後一天 所以選的方法最快是 游標放1月1號,Ctrl Shift向右向下 這樣選會比較快 Ctrl Shift向右向下 那快速鍵有時候搭配一下比較快 當然你也可以用捲的啦 如果捲的有時候會捲過頭 好,那第二個的話呢,設定格式號條件 這個條件的話,新增規則 用公式來決定 那特別是因為我們剛剛選了一個範圍 所以你必須先加一個等號 等於什麼,weekday 那特別是這個函數 跟那個在Excel裡面的函數是相同的 可是缺點是要自己打 他沒有幫你提示啦 所以變成要自己打 那再來的話,他會問你說 那你要判斷的那個儲存格在哪裡 請注意,如果你要判斷那個 請你以這個範圍裡面的左上角那個 當成是什麼?他的第一個儲存格 因為它有點像自動幫你跑回圈 從第一個到最後一個 幫你去做什麼?去檢查這個規則 所以你只要告訴他說 我那個儲存格,你請你從A2幫我去檢查看看 那檢查什麼東西呢? 如果等於1的話 那做什麼?做格式裡面 字型幫我變紅色的 假設紅色的字 底下幫我填滿 字型填滿 填滿黃色好了 就類似像這樣子 OK 那第一個完成之後的話 再做第二個 一樣在什麼? 設定格式化條件 再新增規則 那你看剛剛你做的東西 你可以什麼?管理規則 剛剛這東西在這裡 那你可以什麼?去做編輯 比如說你剛剛那個公式假如沒有複製起來 你可以再回頭 那你可以新增規則 也是一樣 用公式來決定 那把剛剛的公式貼上 這樣比較快一點 那如果等於7的話 禮拜六 做假如是4的話 也許我可以用一個 比較 深的橄欖綠 然後填滿的話就是淺綠 OK 就是一個頭一個尾站 這樣搭桥看一下 好不好 看起來還好 OK 反正就是一個格式 按確定 兩個格式 好 有沒有 你會發現禮拜六禮拜天 它可以快速幫你做格式化 那這個方法可以用在很多地方上面 只要你這個範圍裡面 而且設定格式化條件 你可以不只一個規則 你可以很多規則 可是這個範圍裡面 可能它 甚至當然不見得一定是用公式 你可以是這個尺裡面 它是大於小於等於 這個我想用到其實還蠻大的 好 這個是第一 這個我們把這個 設定格式化做完之後 再來的話 做完之後 如果我希望可以把剛剛做的動作 變成用VBA來做的話 該怎麼做 比如說 我們不要從頭到尾 我們就針對那個 設定格式化條件 因為 其實未來當然你也可以 用設定格式化條件來做 不過 有的時候 它的彈性畢竟比較小 就是設定 設定完大概就這樣 但是如果你希望可以有比較大的彈性的話 你可以怎麼樣 在這個地方把它拖拉過來好了 複製一個按Ctrl鍵 拖拉過來然後把這個改成 也許用VBA 那我假設希望我這地方先把這個規則的工作表先 規則先清除 清除之後如果我今天希望可以用什麼 用VBA來完成 這個地方我試一下給各位看 這邊有一個完成的 這邊有年歷輕 這個有個格式化 我把那個年歷給清除掉 設定年歷201 那請各位先試試看 我等一下再來看這個VBA 那VBA主要就是什麼 就是還原加上去 大概就這樣 也就是說如果將來你的需求 只是說希望按個按鈕幫我套用上去 甚至後面你還讓它自動列印報表 把它產生輸出你的結果的話 那當然你會我覺得 VBA這個地方會比較有一些彈性 那怎麼做 那請各位先試著把邏輯了解 待會我們再來看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